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 范厨师改行做司机了 而且还是领导的司机 可是领导一个比一个腐败 都被抓了典范 大家都说是他的大脑袋方的 但是范厨师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 我要是被中用了 我一定当一个好的 所以范厨师就想做一次领导 因为他坚信自己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 于是参加了一个叫做私人定制的节目 栏目组由葛大爷亲自带队 携手一众某某某举办的造梦之旅 说白了就是帮人实现白日梦的 众人来到苏州的一所养老院 决定在这里对范厨师实施方案 所以我们得在这里改口叫他领导 从现在起 严谨您平临近人 那就出去吧 有事我叫你们 首先要从潜意识下手 那就是改变认知 要让领导切实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领导 不能败 你只能有一个信仰 然后试图让领导接触高雅的文化 可是 到了接待外宾的环节 葛大爷和某某某登场 按照剧本规定 就要对领导开始考验了 领导对这种态度非常不满 于是下个剧本开始 葛大爷和某某某半夜 来到城市看望领导 顺便求领导能帮乡亲们办个事 因为县里经济水平提高 打算摘掉一些贫困县的帽子 这本该是好事的 但是乡亲们可不这么认为 因为只有戴着帽子 才能享受各种扶贫政策 领导一听觉得有些难办 某某某就开始打起了亲情牌 就在领导为难的时候 厨师招待老乡先吃饭 领导见他们走了 赶紧翻找老乡送来的东西 可是翻来翻去都是一些土特产 领导顿时大怒 于是进行第三个环节 领导开始接待各大企业家 别有用心的企业家想和领导合影 秘书适时提醒领导 然后在湖边宴请领导 女企业家趁机给领导送上一盒食物 声称是扁豆馅的月饼 领导打开一看 深知这个月饼可是不好吃 于是询问众人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受 众人见领导都说了 也就不再寒血 他们想托领导行得方便 批一块地给他们做开发 领导大怒 把钱扔在众人脸上 狠狠地过了一把当领导的眼 我想我的几个头了 他们要有一个明明的一个道理 也不是一条意思 众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交差的时候 领导不同意了 还有一种贿赂 叫我性贿赂吗 于是深夜的游泳池 领导放松之后 李某某热心地披上毛巾 并且深切关怀领导的身体 还向领导诉说自己生活的不如意 这一通操作让领导心里小路乱撞 李某某还声称自己会看向 于是抓着领导的手艺通话了 暗示领导最近桃花运太过旺盛 还让领导趴下 说要看看背向 然后竟然故作惊讶 说竟然看到自己和领导会有说不清的关系 领导识破了李某某的小心思 质疑他居心何在 李某某见这招不行 于是见招拆招 表演了一通梨花带雨 然后投入游泳池 想咨询短见 领导赶紧跳下去 对李某某一阵关怀 就在这时 躲在暗处心怀不轨的秘书走了出来 当场抓住了领导的现象 人脏并迫 有李也说不清楚 我姐可是她的领导诶 我姐可是她的领导诶 我姐可是她的领导诶